今天跟大家说一下一个隔风板 这个隔风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可能有些人就不会怎么样的灵活去运用 就像这个就是隔风板 我们一般隔风板的作用就是在天冷的时候就用 因为这边加一块隔风板 它的空间就变小了 温度就会比较高一点就会比较暖一点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第二个就是在我们想要取蜜的时候 换一个隔风板 那个蜜蜂就不会跑到外面去 就会比较纯一点 全部在风框上面就不会到处闪那样子 它的风厚了 它长的蜜自然就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有时候 我们用隔风板要注意 比如说是在发展的时候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还没到有大蜜蜜的时候 就准备有大蜜蜜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隔风板就要进来去看它 如果这个风量够多的话 看到像这一种 看到没有 这一种 这风体上面到处都是蜜蜂 全部都有蜜蜂的 这情况呢 我们就要进行去夹这蜂巢 不然里面的空间小了 你拿这个隔板隔住它 它就没有地方去建潮 这样子呢 它就比较容易产生这个分风的蜜 就会起王台就会分风了 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去分风的 也可以用这个隔风本隔 不过呢 我们就要进来去看它 检查它是不是有起王台 不然呢 这样子就很容易引起这个蜜蜂逃跑了 然后就百万损失一群这个蜜蜂的这个现象 好